再来我们看到财政部长开门见山的说了 请遵守财政纪律 拜托你开元节流 而且我跟你来约个时间去拜访一下 辅导一下 这次张胜和他为了不让地方债务问题扩大 亲自写的信 写给的是举债超标 以及债务达到预警标准的苗栗 宜兰和云林等六个县市首长 张胜和说 以前财政部是依照各县市的举债状况 被动的请各县市 依法进行债务控管 但未来财政部将会改为改被动为主动 依照各县市的财政恶化状况分级管理